好 我們先來看看 觀眾們的投票是 好 何惟劍得到是48% 喜歡你的歌 雅如的那個 得到的是52% 恭喜雅如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就也希望你這個新的專輯 成功 謝謝 謝謝小燕姐 黃國倫老師 來把一萬元的獎金 送給我們的公主 恭喜雅如 謝謝 最高分州冠軍 將獲得10萬元 國際知名精品 提供水晶丸表 演唱分數未達8000分 將進入失敗區 現場300位觀眾評審 將在最後投票 救回失敗區選手 累積獎金到達10萬分 即可發行單曲 正式開戰了 在我們節目當中 有許多個行業的朋友 都是社會組人 實力 例如我們現在衛冕呢 就有熱潮王子 有法郎西施 接下來這位呢 則是來自乳牛世家 相信台灣的朋友呢 應該多少都喝過 他們家的牛奶 來認識一下李怡璇 哈囉 我是李怡璇 就是一個擠牛奶家庭 長大的女孩 那我們家呢 養了將近200頭的猛猛 這些猛猛 是知名鮮奶的乳人喔 我從小就在這些牛群裡 長大的 全家都喜歡對牛彈琴 爸爸喜歡對牠們吹小號 而哥哥呢 喜歡對牛搭鼓 而我則是喜歡對牠們唱歌 聽嗎 唱得好聽嗎 不好聽喔 好啦 這改進嘛 小牛 大牛 都是我的粉絲喔 經過牠們的滋潮 要來挑戰 要讓歌手 有機會贏過我 沒錯 就是佛 評審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 雲林獻淪 被滷牛四家的怡璇 然後很開心 爸爸就很支持我 然後也很開心 我要當歌手 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站在舞台上這樣 然後就會很羨慕 以目前自己喜歡的偶像 然後這麼魅力四射 然後也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辦一個小小的演唱會這樣 然後很開心在這裡 實現我的夢想 其實在海選的時候啊 他就給我們一人一杯牛奶 然後很好喝 現擠的 是現擠的嗎 前一天晚上的 前一天晚上 但還是很新鮮很好喝 對 喝完之後呢 很期待耶 對 我們就給他過關了 本來想說 就是再帶來請評審喝 可是因為牛奶就是 不能在外面超過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那個沒有加防腐肌又不行 我覺得不要帶牛奶來啦 帶牛奶 帶牛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 允潔 好 今天要看看自己的手氣囉 機會 命運 自己選擇 機會 命運 請選擇 我希望全力一副 把自己交給命運 命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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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活力四射的熱炒店廚師陳新泰 上週除灯場 就展現能歌上舞的唱跳功力 獲得八千九百分 擊敗蔡燕青 首次取得衛冕資格 好 機會是誰呢 付唱付隨 怎麼付唱付隨啊 不是 可以給我一個我專屬的頭銜嗎 也就是說 鄭鴻唱完他來唱 真的 真的 鄭鴻維 好 現在請到台上 你很喜歡穿樂器 小燕姐好 各位評審大家好 三百位觀眾大家好 好好好 來 稍坐一會 好 謝謝 來 我們先聽 宜璇的歌 宜璇準備了什麼歌曲 黃玲玲的 《垃圾有一點過心情》 我會選這首歌呢 是就是失戀的時候 然後女兒們陪我一起聽 然後在旁邊吃草陪我這樣 然後我希望 唱出當時的心情這樣 請開啟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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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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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在吵架声中 会飞来一个也会刚 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 因为我有某种的不平凡 像在角落等待机会的烧场 我们一直到不是的长老 时刻想要低调却很难 因为我有某种的不平凡 像在角落等待机会的烧场 我们一直到不是的长老 几个小姐几个牌子要塞几个字 喷嚷脏死面子啊 你到底人不认识 歌词的进行 段落分明总绝不能停 最后一个发音 这还要好听 因为你帮得到 试试看人家闲牙 白葡萄在烦恼 那黑猫要把它吃掉 你看好我的嘴角 怎么撩怎么撩 随便都有凹来等掉 别傻笑 无人从包裹面包 一车到地球轨道 如果你够掉 就一起来凹 就看你有没有 几个了几个了 想要低调却很难 因为我有某种的不平凡 像在角落等待机会的烧场 我们一直到不死的长廊 时刻想要低调却很难 我有某种的不平凡 像在角落等待机会的烧场 我们一直到不死的长廊 谢谢 好 看了星泰丸的表演 也许觉得她可能晚上在夜店 她晚上在快炒店 可是有去夜店吗 很久没去 看得出来啦 好 来 余璇是在这个牧羊的牛群中长大的 很特别 爸爸也会唱歌对不对 我的老师就是爸爸 老师就是爸爸 来 丁老师 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一个字 就是很真 然后我觉得 心态呢 我觉得 是 很不简单 就是 谢谢 就是光 其实这首歌很难唱 又有很高的地方 又要呐喊 又有很多节奏很密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的技术 还有你的舞蹈 配合起来很棒 非常棒 谢谢老师 其实心态上回来 就让大家非常的喜爱 能歌善舞的部分 没想到今天也很有想法的唱了一个 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歌 可是透过你的重新的演绎 反而会让大家会更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我特别欣赏你的地方 宜璇给我们的感觉 非常好 很舒服 很朴实 然后一段很可爱 很轻松的一个 一个opening 一个VCR 让我特别地喜爱你的表现 没有想到唱的是一个这么悲情的歌曲 的确会让我 我那个感情的投射也好 不知道应该到底是 很伤心地听你唱歌 还是带着笑容 听你唱一个很悲伤的歌 这有时候会有一点反差 可是事实上你真的唱得还不错 这么年轻 两位都不错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我会觉得心态的今天唱这个歌 就是TANK的蟑螂小强 大家过去对这个歌不熟 我对这个歌非常熟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制作人 这歌的确不太好唱 那再加上因为这个很嘻哈的 因为原来的伴奏的音乐呢 就是用了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 Sample这个鼓 因为那个节奏会比较跳动 那换做现场乐队做 可能那个节奏感就没有办法这么明显 所以会让他唱起来感觉 会有一点在拼凑的感觉 就是不是要这么样的跟音乐这么合 所以下次可能是选歌 或是说在表演的方面 可能要再更熟练一点 是 谢谢老师 好 现在我们来打分数了 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 好 谢谢五位老师 哇 这样听起来 这两个人好像很难判断 待会谁会胜出 尽情拭目以待 我们来听听观众的意见 你喜欢宜璇还是心态 我喜欢心态的蟑螂小强 谢谢 那你是什么心态喜欢心态呢 因为就是他一出场就觉得 他应该就是这只小强了吧 然后加上他 你两个一起来得罪人 结果呢 他表演之后呢 他的歌声就非常的轻快 然后还有他的舞步很滑稽 就是 真的吗 你不会觉得很帅吗 就是 就是个滑稽的感觉 对 是还蛮好玩的 对 然后就像是我们拿着拖鞋 要打一只到处乱窜的蟑螂 他就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 对 了解 了解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大家都讲话 非常的直白 来 同学 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我喜欢宜璇的歌 为什么 然后像他唱到那个高音的地方 那个心态狼 我就觉得就好像牛要出来 就是 唱到心坎林的感觉 对 好 今天我们来看婚手 其实可爱的宜璇 唱的是台语歌 然后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强 这个心态 跟上周一样都是动感路线 评审会怎么选择呢 小燕姐 好 我们来看分秀了 分秀是